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局势节目 今天的话题将挑战您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解 菲律宾海域内的俄罗斯攻击潜艇出现 虽然马尼拉政府试图弹化其威胁 但这一事件却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潜艇的存在被认为是对菲律宾主权的挑战 尤其是在南海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同时 在香港 前媒体大亨黎智英 在法庭上呼吁美国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 价值观之战 强调国际社会在捍卫人权和自由方面的责任 他的言论不仅是个人的抗争 更是香港人对自由的渴望的缩影 此外 中国对菲律宾在南海的渔船进行 必要控制措施 再次升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菲律宾渔民在面对中国海警的威胁时 依然坚持出海捕鱼 他们的勇气和坚持 值得我们深思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地区安全的脆弱性 也揭示出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菲律宾清晨的阳光中 一则令人振奋的新闻 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 一艘俄罗斯攻击潜艇 被发现在菲律宾的海域内活动 这一消息引发了民众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特别是在南海这片 充满地缘政治紧张的水域 然而 菲律宾政府 选择淡化这一事件的威胁和重要性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理总干使 乔纳森 马拉亚 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这SOFA 潜艇并未进入菲律宾的领海 而是停留于专属经济区 EEZ内的公海 马拉亚强调 潜艇在此区域活动 是行驶航行自由的权利 但这并未完全消除 菲律宾民众的担忧 总统马克思在活动中向记者表示 任何对西菲律宾海的侵入 都是令人担忧的 明确表达了对国家主权的重视 马拉亚补充道 菲律宾派遣军事资产 通过无线电向潜艇发出查询 即返回俄罗斯海军基地 这一解释 看似合乎情理 却仍无法消除一些分析家的疑虑 随着中国在南海的日趋 咄咄逼人的立场 地区内的海军部署日益频繁 俄罗斯潜艇的出现 让人们再度聚焦于 这片牵动国际局势的海域 无法潜艇属于击落 二级攻击潜艇 虽非核动力 但以其柴油电动引擎 和长时间水下运行的能力著称 这种潜艇的设计初衷 是追捕其他海军单位 及发射巡航导弹 这也使得他的每次出动 都备受各方瞩目 菲律宾 澳大利亚的防务顾问 马克思·蒙特罗对此表示 潜艇的现身仍需深入分析 他提出 潜艇可能因故障或战术需要 而浮出水面 这一现象值得密切关注 至于潜艇是否对菲律宾构成威胁 蒙特罗认为 这更多指向 菲律宾海军现代化的迫切性 俄罗斯已向多国提供 击落级潜艇 若菲律宾有意购买 则需要更多考量 不仅是资产和人力 还有战略覆盖的能力 另一方面 在香港的法庭上 黎智英的陈述 掀起了一场 关于价值观的论战 这位曾经的媒体大亨 公开呼吁美国 运用其道德权威 发起一场对抗北京的价值观之战 他将中美之间的紧张 比作现代冷战 期望国际社会 能对香港局势施加影响 黎智英的言论 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奋斗 而是代表了香港人 在压迫下的渴望和抵抗 他在法庭上的话语 直指人心 描绘了一幅 国际支持与自由的希望之光 黎智英在这场法律纠纷中 试图将自己 与一些国际组织的联系撇清 但他的社交媒体行为 又透露出 对这些组织行动的赞赏 他的故事 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折射 更是对香港社会现状的 一个缩影 在香港 这场价值观之战仍然 激烈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对抗 更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捍卫 此时 南海局势依然紧张 中国宣布 对菲律宾船只 在争议水域的非法集结 采取了措施 进一步加剧了中非之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中国强调主权立场 但菲律宾渔民 依然在西菲律宾海继续捕鱼 这种勇敢与坚持 令人钦佩 总统马克思的强硬姿态 无一给予了渔民们无谓的支持 西菲律宾海的资源丰富 是多方争夺的焦点 尽管2016年的国际裁决 否定了中国的广泛主权声索 但中国依然保持强硬立场 面对这样的情势 菲律宾渔民们的故事 成为了一种象征 他们的坚持 不是仅仅出于生计 而是维护国家尊严 这样的故事 不禁让人心生敬意 随着各方利益交织 南海局势的未来充满变数 但无论如何 和平与稳定 仍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 希望各国能够找到 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 为南海的未来 书写一个和平的蓝图 这是地区繁荣 与世界和谐的关键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俄罗斯潜艇 在菲律宾水域的出现 其实是一次航行自由的正常行为 像马尼拉这样 选择淡化该事件 实际上是明智的 因为这样 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外交摩擦 毕竟 这艘潜艇并未进入菲律宾的领海 而只是经过专属经济区 这在国际海洋法下 是合法的航行自由 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再说 这艘潜艇只是暂时停留 并未进行任何资源开采 或科学调查活动 但这种淡化的态度 可能会被解读为 对潜在威胁的忽视 俄罗斯潜艇出现在 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这对菲律宾的国家安全 和地区稳定都有影响 历史上 南海问题一直是 多国角力的热点 菲律宾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参与者 应该更加积极地回应 以强调对自己海域的主权和安全的维护 否则 这样的事件一旦成为常态 未来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马尼拉淡化事件 也许还能促进地区间的稳定 毕竟 历史告诉我们 小事情扩大化 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比如二战时期的奥斯卡号潜艇事件 当时各国不断误判对方的意图 最终导致多次冲突 而菲律宾淡化此事 正是避免将这一潜艇事件 升级为国际争端的一种策略 然而 无视这样的事件 可能会助长其他国家 进一步挑战菲律宾的主权 类似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比如卡塔尔海域的石油争端 当初因为忽视小规模的演变 导致后来的重大纠纷 菲律宾应该显示出对主权的强硬立场 这样才能在长期的地缘政治博弈中 不失去重要的战略优势 即使如此 菲律宾也不硬贸然提高对抗的调门 外交上不是每一个事件都需要高调回应 看看当年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和苏联如何通过冷静的外交斡旋 避免核大战 马尼拉此举也许就是在积极地避免将潜艇事件 拉入国际大国角逐的漩涡中 运用智慧和谨慎来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 但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中 过于谨慎可能会被视作软弱 如果每次都以非挑衅性回应 会让其他国家认为菲律宾不愿或无法捍卫其领土和权益 这可能会鼓励未来更多的侵犯行为 菲律宾应该在现实与策略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要维护和平 又不能失去对主权的坚持和表达 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这场辩论中 针对俄罗斯潜艇在菲律宾水域的出现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值得我们深思 楚天书的立场是认为 俄罗斯潜艇的出现是合法的航行自由 且菲律宾政府选择淡化此事件是明智之举 能避免不必要的外交摩擦 他提到国际海洋法的相关规定 强调潜艇未进入菲律宾领海 并且此举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这一观点虽然在法律上有其合理性 但却忽略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历史教训 楚天书过于依赖冷静的处理方式 缺乏对潜在威胁的认识 这在长期的国际关系中 可能会导致菲律宾的弱势局面 与此相对 谢琪琪则强调潜艇出现在专属经济区 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并指出淡化事件可能会被解读 卫队威胁的忽视 导致其他国家对菲律宾的挑战增多 他的观点切合了地缘政治的现实 认为在面对国际竞争时 菲律宾应该展现出对自身主权的坚定立场 以免未来出现更大的风险 谢琪琪的立场提醒了我们 外交的微妙之处在于平衡 既要维护和平 又要坚守主权 这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 整体而言 楚天书的观点在法律基础上有其合理性 但过分强调理性与冷静 忽视了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 可能导致对未来威胁的错误判断 而谢琪琪则在强调主权的同时 展现了对地缘政治动态的敏锐洞察 然而在策略选择上 如何避免过度对抗 也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场辩论使我们看到 在国际舞台上 和平与主权之间的微妙平衡 是多么重要 两位辩手各有千秋 他们的讨论不仅促进了 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深入思考 也让我们认识到 在面对外部威胁时 慎重回应与强硬立场之间的抉择 是多么关键 在未来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 如何找到这种平衡 将成为每个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